各位,這是youtube channel的老友 我的supporter 又來到今晚有馬跑 令到馬照跑 令到我們香港人在現在這麼艱難 這麼悶的日子,有點勢危 老實說,跑馬不一定是要贏大錢 如果你打算靠跑馬贏大錢,你可能會輸大錢 但是賭仔腳大使作為娛樂 真的在現在的日子,我相信馬迷一定 而有些是邊線愛體育的人 都會喜歡看馬仔 因為見到綠色的馬牆 見到馬仔五銀六色跑 真是認真在苦中沉落的唯一途徑 因為現在沒有電視看,不能播出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說 關於今晚的賽馬 以及我老友莫萊拉 大家都知道,總之香港人情冷暖 真的變得很快 上星期三,一個星期之前 他騎好幾匹 其實,照一些專家或內行馬的人 真真正正知道 他好幾隻馬,不是說真的很有份量 所以他在八場馬裡吃白果 只是有兩隻馬 頭長和第八場是跑第四 他騎的馬 老實說,他也是一個人 只不過你安他做雷神 因為他騎得很多時候是出色的 但不是表示每天都可以騎到風生水起 人有三水六黃 在短短三、四天內 竟然有些輿論界、網迷 做一首歌來諷刺他 說雷神點喳、點喳 在這個情況下,我也沒有跟他提及 為何他會騎得這麼差 為何外面的人去諷刺他 免得通常一個運動員 只要讓他有反身的機會 只要讓他有繼續騎馬或踢球的機會 一、兩場比賽 他最後也會有平反敗局 重見天天的日子 始終雷神真是神 而新加坡叫他做Superman 也有些跟我們香港說雷神差不多 一個賽馬人可以贏十場馬 贏五場 兼甲是越贏越好分 好像他跑尾場最好分 這個名進之聲 大約九檔 一出乘便是魚郎似虎 彈了出來 然後呢 一過到入席路之後 一抽出來 一出乘便是 一出乘便是 莫雷拉很少有個好分 這個 獨贏 分123元 而就是 位置 那一批 明進之聲 都有相當不錯的分頭 就是分32個半 OK 另外 他在第八場 智力寶 這隻馬很飄忽 很多人都騎不動 他都能夠分到51元 在這樣的情形下 真的令到他的捧場客 好像我那樣 賽後又是WhatsApp給他 恭喜他的 賽後之後 他立刻 很快 在晚飯的時候 聲音就說 Thank you my friend 多謝你朋友 即是說 大家不用多說話 只是在落難的時候 互相扶持 大家不要有機心 大家不要說做朋友 是要有利益關係的 只是支持 什麼什麼支持 在這樣的情形下 他一騎完這一場賽事之後 他已經在 即是今晚未跑之前 他日頭有空 每天做之前 他透過 我相信他的朋友 現在在搞 一個是 大家都知道 口罩 這個Face Mask 是需要 我相信香港和世界的人 要戴多好幾個月的 所以 但是 如果 口罩 一天只能夠 用一個 甚至有些人要 可能兩天才用一個 如果沒有一個 口罩 安全地裝著他 衛生 反而 反而 弄髒東西 染到病毒 那就大劑了 對不對 所以 其實 現在 口罩 製造了這麼多 在各個途徑裏面 我們香港和中國的途徑 香港現在 周一街都可以 這個口罩埋了 但是 有一個盒 我覺得 都是用來 供給他的朋友 或者 他擁等 都是 他的心意 所以 真的要 多謝他 好了 講完 一些關於 一個 由 短低谷 彈上山頂的莫雷拉 我要講一下 今晚的馬 希望可以 給大家一點思維 因為始終 今晚是 全泥宴 而 有好幾匹馬 似乎 排面 形勢 排位 以及 背景 例如 練馬師 即是 哪幾個 做粗馬 是有一點提示 我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那麼 八場馬 裡面 第一場 我就覺得 是 我會 買很小的 10元 一駐 我會買 4號 雷城 那隻 神喜寶馬 5號 君羽灣 7號 幸運大興 以及洪方進區 這四匹 就是 細細地 胡村 或者 買 零活灣 買 三重彩 或者四連環 一駐 10元 是 玩的 第二場 我就 直接 不買 是看 看看 究竟 跑了兩場 今天 這些 沙地 究竟是 前置好 跑外面 蓋好 還是 跟著 籃好 好 到了 第三場 我覺得 可以 這個 譬如 雷神 他那隻 是 佳應精彩 拿到三檔 而 容天鵬 是 合合可憐的 因為 容天鵬 只是 在 騎師 排名 榜 不 是 列馬斯 排名 尾三 他 今天 出三匹馬 他今天 出三匹馬 我相信 他最好機會 就是 雷神 騎那隻 佳應精彩 就是 在 第三場 OK 當然 你第三場 你拿著一隻 膽 你可以買 WINPAY 或者可以 六環彩買一匹都可以 對吧 好 到第四場 我 也 認為 雷神騎 那隻 起勁區 騎下賽案的馬 拿著一個 靚檔 他可以 跟 4號 5號 這兩匹馬 是 做 連贏位 或者買三套賽 都可以 但是 如果你說 只要選一隻 來過關 買六環 我相信 喜徑區 拿著二檔 是 穩陣 一點 三四場 都說過了 好了 到第五場 我覺得 是 有幾匹馬力 可以考慮的 就是 1號 翡翠福星 翡翠福星 就是 潘頓騎 OK 另外 長友之星 就是五號 靚檔 南張瑞寶 亦都好檔 是兩個 香港的 可以說 除了 潘頓 和 雷神之外 最好的騎師 通常勝出率最高 就是 李敬國和何宅堯騎 長友之星 南張瑞寶 至於 飛雲追 上一場 是 入了 跑第二 又是 王俊騎 變了 極都可以考慮 但是 有一隻 你不可以 遺忘的 就是田大安 那一隻 12號 輕網的 紅龍 紅龍 上一次 都能夠 跑第三 匹馬 是四歲馬 四歲馬 算是 如一方中的馬 所以 我這一場 就介紹這幾隻 給大家 去量一量 反而 我不是太喜歡 有些天分 而沒有 排位不好的 雷神 那隻 我不是太喜歡 OK 但是 這匹是最好分的 是 好分 但是 沒得贏 你就沒有用 賠率 不是表示一切 最重要是 命中率 到第六場 我覺得 有兩匹馬 可以用來做六環彩 或者買 這張Q 就是8號的閃電精靈 上一場 跑得很厲害 只不過 給了一匹超勁的馬 而 潘頓 今次 都肯站一隻 因為他都知道 閃電精靈上一次 騎得多好 他上一次 潘頓是贏了一匹 閃電精靈 加上雷神的軍力勁 軍力勁 有一次 跑千二 拿到一檔 今晚的馬 雷神在運氣上 很多部分都很好 很快到第七場 第七場 潘頓上一次騎 洪麗社 竟然斷了一條籃 因為洪麗社以前 哪個騎也好 都能夠有錢分的情形下 入到三甲 或者是投二名 但是 上一場潘頓騎 就脫了 究竟 筆馬是否已經 今天 已經是玩到他呢 那就真的 要看這場才知道 但是 另外 大道之正 莫拉克騎 他騎得動這筆馬 鄭俊偉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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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 就是 市長風騎 的軍威陣 即是四號 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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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號 這個 就是第七場 我覺得 大家可以 用來做 這三筆 是用來做 路環彩 或者買 連贏位 位置連贏的馬 好了 到尾這場 這場馬 老實說 十四隻馬 跑一六五 力 我相信 如果我只得 三兩匹馬 一定會跑到進來 我是騙你的 OK 但是如果你說要在這麼多匹馬 裡面選擇 三匹左右 有錢分 或者 穩陣一點 我覺得 穩陣就是 伊朗 大摩 的馬 三匹馬 跑 便穩陣 但是 有好幾匹 是側高過他的 磅未必好過他的 一二浪在三檔 是有機會的 就是 有錢分 現在有五六倍 一號燒熱絕載 二號 一匹就是問題馬 但是上一次 判斷斜了 以時贏了 時間又好 在法律局 也是跑一六五零 就是宇龍共舞 就是王晶先生擁有的馬 OK 那 為什麼會 潘頓 不騎宇龍共舞 而騎宵越自在呢 你跑完一日這一場 我相信你會找到一個原因 有時候就是說 跑馬你不買 你都可以冷靜地看到 為什麼某一個櫃子 不選擇這一匹馬 而選擇另一匹馬 但是你說 如果要 哎呀 我還欠一關 還要過關 我當然就覺得 二郎拿著三檔 是最好過關 因為1650 是不是外檔好過內檔呢 通常 就真的要 你頭過七場 你可以找到答案出來 那 另外 黃金甲 那個檔不好 但是有少少錢分 紅運大師 那個檔好 和匹馬 也都很厲害 但是 紅運大師 就有錢分 但是騎士 這匹馬是比較不受人歡迎 是比較不受人歡迎 紅運大師 鬥志一定在 但是質高 就是羽龍共母 至於你說 在我介紹過這四匹馬當中 蕭兒志在 語龍共母 二郎 這個紅運大師 或者這幾匹 那裡選 我覺得 如果你想賣六環彩 希望他 跑入 一直第一 或者第二 二郎 就比較單純 至於你說 買了另外那幾隻的話 變成飯本 以及 那幾隻就算是好分 也不是表示一定是 會進來 因為這場是最平均的馬 今晚的八場馬 我也是 和大家 深入淺出地 介紹過 祝大家 多贏 開心 因為 跑馬 是馬照跑 是我們的希望 但是能否達到 就要看天 不是看馬會 應總 夠不夠幸運 了